李生姬去年爆出被前经纪公司 Hook娱乐私吞因缘和广告收入 18年来作为歌手的收益一毛都没有拿到 她也决定提稿Hook娱乐 然而好不容易和七血公司说拜拜 她在今年2月宣布要和女友李多莹结婚 又因为女方家庭的丑闻卷入种种争议中 更掀起一波陀粉潮 不过李生姬在4月举行婚礼后重新展开个人活动 甚至也来到台湾和粉丝见面 虽然在韩国的售票状况不胜理想 但海外粉丝还是相对支持 而近日她又突然删光IG的所有贴文 就连当初宣布结婚和争取数亿喊员的消息 如今全都不见了 虽然粉丝也稍微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更多粉丝表示期待 最近才刚恢复综艺活动的李生姬 是不是又要展开新活动了 尤其这次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 她才表示希望能以歌手身份多多与粉丝见面 让人不惊奇待 是不是很快就能听见李生姬的好歌声啦